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15日 想跟大家講講TG長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講這條片下面的聲明 聲明就駁去三個連結 第一個連結就是WhatsApp群組 容許我單向跟大家發布訊息 第二個就是Band軟件群組 容許網友在Band軟件群組的討論區裏 互相討論 但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連結去一個YouTube頻道 Capital Corner 有我和Herman Sir說一下期權 美股和港股 第一個想講的就是關於房地產 最近有一個中環中心的物業成交 那個成交就是被他接手的時候 跌了差不多一半 這個其實對整個房子 就是之前說五六年前 那些買家的影響也挺深的 因為你那個 就是買貨 就是買這個物業 一定會向銀行去 去借錢的 那我想你就算借五成好 或者六成左右 那現在去跌了價錢 跌了四成也好 那會對那個銀行 或者財務公司 就會有影響 他一定是要求你去做補個差價 譬如以前做開一百元的 現在只剩下五十元 那五十元 他跟著那個指引我借六成給你 那現在只剩下三十元 那就是說你要向銀行 或者財務機構 可能要補回二三十元 那以今時今日的市貨 那些投資者還有沒有錢去補這個差價 這個是幾傷他們腦筋的問題 那所以為什麼你會見到 在那個物業那些持有的人 就不斷在一些買了很久的物業裡面 去做減遲 減遲的那些貨 就要來去維持這個物業 就是很有趣 就是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就是買了一堆股票 那那個股票虧錢 通常就不會斬虧錢那個 就會是斬之前賺下的那些 就是去補貼輸錢那些 那這些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 那最近你會見到有議員 有地產代理 有投資者就投訴 就說這個銀行就下雨 收債 收債 其實這個是很正常的 就是在好事的時候 就錦上添花 主動去問你要不要錢 在市況不好的時候 欠商去拿回一些東西 那是很正常的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看回過往 一向都是這樣的 只會是錦上添花 沒有人會雪中送壇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事實 也都是為什麼 就是那些財富 是很難去積聚幾代呢 就是這樣 因為你有一個成功的模式 可以了 那你就以為這個模式 就是泳衡 沒有跟那個時代 就是去結合 這個是有一個必然的後果 那 有很多人就 經常抱著一個 幾十年來 都是這樣 每一次調整完之後 就會去菜創新高 那過去可以 是不是未來都可以呢 我覺得真的要看那個經濟 那最近廠商會 就做了一個市場調查 就有參與的有77%的中小企 他們發覺的生意 還未回復到疫情之前 那 其實疫情 和社會運動事件 對他們的傷害都很大 那在疫情的時候 政府就做了一個 叫做 叫做 借款 或者是一些叫做資助 就等他去度過那個難關 那其實早 應該是一個星期之前 我拍過一條片 我就說這樣做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就是反過來 真的有疫情 是不是結束他 是會一個更加好的選擇呢 就是一個叫做短痛 和長痛的問題 就是你要這些資助 其實是拍一些叫做 叫做止痛劑 對病情 對病情 是不是有 叫做 影響呢 就是 我就不是很贊成 就是上次說了 就是 你未找到一個真真正正 可以抵受得到 不同情況的商業模式之前 如果是真是會令到你虧損 是傷到根基的 我贊成是停了他 你走去 因為很多人會有一個情形 就是 自己都經營了這麼久了 是一盆心血來的 是對自己的肯定 你接了他 就告訴別人是失敗 很多人是過不了這一關 那 自己哥哥以前也是 以前我哥哥做一些搭檳的工程 其實 生活是無憂的 其實都 做老闆 找到錢 買了一些物業 供了收足 但是 那間公司要去維持 竟然去想一些很傻的方法 就是 按信用卡 去支持業務 搞到自己 那個精神 頂不順 生癌症 最後離開了 說的是六十歲 比較鬆 那 其實 反過來看 其實 那些兒子大女大 已經出身了 其實 當那個業務 支持不了的時候 就要選擇離場 人生最難去選擇 就是去選擇離場 這個是 幾 令人 唏噓 我想說回 那些 財務公司也好 或者是那些叫做 借貸 那 最近 警方就倒破了一個無牌的放鬆集團 那他們計算的利息就是一千八百里 就是說你借錢 借一萬 一年就差不多要還成十八倍 就是還成十八萬 是那個利息 那在香港就容許收的利息就減少了 由以前最高的六十里 現在就剩下四十八里 那四十八里就對很多財務公司來講 就是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吹命符 因為 四十八里 你看好像很高 但是 如果你是做私人的借貸 那問得你私人借貸 沒有擔保的 那其實他們那個 壞賬率是很高 那他所以需要收一些比較高的利息 才可以蓋得到那條 那叫做 違約那條數 因為他也是講一條拉雲的數 是去違約 即是講一些正規的財務公司 但是事況上 有很多不正規的財務公司 就自己開幾間的財務公司 不停就把這些債仔 踢來踢去 拿乾它 那這些 就是有很多 就是陰暗的玩法在裏面 那現在很多 叫做 其實有些國家都是 就是把那些借錢 就當了是自己的收入 就是美國也是 擺到明了 我去發債 借錢 借完錢之後就還美金 美金就長線是貶值的 根本就是還空氣 用這些借款 就當了自己的收入 那今天 有些 香港政府 其實現在都是這樣 香港有發很多銀債 綠債 那什麼叫做綠債 什麼叫做銀債呢 銀式債券 就說 那些債券 就是給一些60歲以上的長者 就給他們去 好像年金那樣 收幾年息 另外就是綠色債券 那什麼叫做綠色債券呢 就是做一些環保的項目 那經常教書就說 叫做綠色金融 那綠色金融就是什麼 就是說 你的項目 是過了某一些機構認可的標準 最主要就是 有些認可的機構 認定了你的項目是綠色 那就是叫做綠色 那譬如有些什麼標準呢 譬如是有些 建築物 綠色建築物的認證 好像美國的List 或者是香港的BIM Plus 你拿到那個黃金標準 Gold Standard 或者是Platinum Standard 你就是綠色的建築物 你就可以用這個項目去發債 譬如好像拿一些醫院的重建 即是香港政府下面旗下 醫管局下面的重建 或者有些房地產住宅項目的重建 那這些就要去做法律債 那香港找不到新的收入 竟然就用一些法債 就當來去收入 那其實是幾大件事 因為一沒有這些法律出來的收入的時候 你就會出問題 還有法律的利息 都不會便宜 即是你一定要給做那個定期 是吸引的 即是三個月定期 吸引 那些人才會買 那這個 就是現在香港 就面對那個問題 那看回 就算香港有個叫做淡仔 那淡仔他都說 他現在做那個營業額 又是比上年少 跟著那個除稅後的日利 是跌了62% 跌了1300萬 那反映到些甚麼 即是反映大家現在 那個消費是小心了 還有北上那個消費 是對香港的零售影響不少 即是你看到香港那麼多街鋪 就知道甚麼問題 那我第二個想說的 就是講的 昨天在國際政壇 有兩個多大的消息 一個就是講的 日本首相 公佈了 就不會繼續連任 第二個就是講的 一個叫做 泰國的總理 就被罷免 那其實 日本的首相 就是如果你沒有得到美國的祝福 你是不會上倒台 就是我相信很多 譬如日本 韓國 或者是一些東南亞的國家 就是如果沒有美國的背後的默認 他是不會上倒台 因為每一個政治人物 在他背後 一定有或多或少的黑材料 就是他會是掌握了他所有的一舉一動 而那個傳媒 是掌握了在西方那裡 即是你不是發新社 就是新聞集團 這些大的傳媒機構 大家一致性 講的東西就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國際 會不會說經常會引述俄新社 引述中新社 不會的 通常去引述的 一定是這些西方陣線的傳媒 那他掌握了這些資料 配合了傳媒 即是要去做他那些政治人物的世界 是很容易 即是一定是有些政治的捐獻 一定是牽涉得很下去 即是無論你美國也好 或者什麼叫做國家的領袖 或多或少都會有 跟著沒有現在的利益 都有可能有延後的利益 只不過 即是美國做那樣東西 那個花紙做得好 包裝得好 令到大家 即是大家 和傳媒又不去了出來的時候 就沒有問題 那日本的首相下來 我想或多或少是跟那個 carry trade的拆倉有關 即是 要日本 日元升值 跟著日元由零息 就回到一個正的利息 那我想裏面是有些 大家 即是和美國的金主 和幕後金主 我想大家談的數 是未談得好 即是 因為世界的匯率影響很多 投資的結果出來 那這個是不是美國 背後最想見到的呢 不知道 即是大家都不知道 他們那個劇本是怎麼寫的 我只是知道 通常動的匯率那些 下場都不好 尤其是是美國的總統 即是幾十任總統 有九個是被刺殺過的 有幾個是死了的 那很多都是跟他們 他們不聽背後 幕後金主話 是有關的 即是沒有可能 即是身為貴為一個總統 那麼容易 埋得到身 是可以被你殺到 那這個 就幾百 即是兩百幾年 都出現了那麼多次 就告訴大家 那 再想說 那其實 就想說物業管理 香港的物業管理 最近有一個項目 就是在 李靖屋邨 就是講一些 新舊的業主立案法團 大家談不點數 即是那個舊業主 又不肯很順利地過渡 給新的業主立案法團 跟著還要凍結 那個銀行戶口 提出訴訟 令到 就算那個戶口有錢 都不可以支付到一些 維修 支付不到那個物業管理費 那那個物業管理公司 最近就是選擇 就是推搶 那 其實物業管理那個立案法團 很多人都爭著做 因為 裡面那個背後的利益很大 尤其是一些舊的屋邨 他們是 接下來會是做維修的時候 你說一個屋院的 裝修工程 動輒是上億計的 那這裡會牽涉很多利益在裡面 所以你會見到有很多叫做義務 差不多接近是義務的法律顧問 就是你收過幾千元一個月 建築的顧問 你就知道裡面那個採詞有多大 過去這麼多年都打擊 說我們要消滅維標 但是都出現到一些叫做維標黨 那幾家工程公司入標入圍 就輪流去派 那那個維修的價格就比真真正正的市場價格 可能高成四五成 或者是一倍 因為 全部裡面都是他的人 律師 或者是 顧問公司 都是他的人 那你是很難去 去 去搞 那所以 因為採詞這麼大的時候 就會有這麼多的利益 那最近 都是幫上海區政府 看香港的物業 那一座西環的單銅物業 最近就跟我說了 他就說現在那個門禁 就是用八達通去做開 然後把卡就去負責開門 那晚上就不會再有看間了 因為就省成本 只是擺一個探頭在那裡 那其實這些沒有看間的單銅物業 其實一早已經是出現了 就是幾年前在上環有一些叫做單銅的寫字樓 已經是沒有管理員在那裡 那直接就是你進去那裡 就是按鐘 跟著就是探頭 就是你報你的名字 找哪一座樓 才放你進去 那這些已經是出現了 那反映什麼呢 就是反映那兩樣東西 第一 那個管理的成本就上升了 第二 就是管理員那個人數就是少了 就是以前都可以請一些六十幾歲的管理員 去做這些職位 那現在不是沒有這些管理員 那些管理員可能有其他工種可以去選擇 或者是給到那個人工沒有那麼高 我還不知道那個確實原因 就是我想最大問題就是那個屋苑 就是那個座樓 之前都請一個多一間 因為很多那些維修費用 還有之前想著是做那個廢物回收那個膠袋稅那裡 已經是加了費用 根本是那些住客 是支持不到那麼貴的管理費 所以要去減的時候 可能就是用一些科技 就是去減散一些人手 就希望收便宜一點 那之前其實我一畢業出來 做過一兩年左右的物業管理 因為自己之前讀建築測量 那做過物業管理 那做物業管理 但是很適合自己的性格 因為忍受不了那個壓力 大家不要以為做物業管理沒有壓力 那當那些設施 當它塌機的時候 那時候一收到電話機 響你就很煩焰 就是你不是壞冷氣 又不是壞什麼壞物 那曾經試過 就是最嚴重的了 在彌敦道有一個物業 下面有些街舖 那那個冷氣就是上面一個水塔 供應下來的 那水塔塌了機 那下面的金譜 就打電話來 就是樓下三十幾多 那你就打電話師傅去做 那就被人打電話機 那那個壓力呢 不是小 那當收到這些東西 那自己心情不好 跟女朋友吵架 就搞到分手 那這些就是講 不是有這麼強大的心臟 未必可以做到 因為自己有些同學 就可以繼續在物業管理 那個範疇裡面繼續工作 因為他們很耐扭 就是物業管理最大的 可以生存的人 就是要去耐扭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他們可以生存的一個技能 自己的面皮薄 不耐扭 所以就要轉去其他的行業 那物業管理呢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上位 就是你要去做一些余算 或者要去結合合的 我想的人 就在一個金字塔頂裡面 就很少了 那自己之前做過 內地的房地產開發 在九十年代 就在九十年代 跟內地那些合資的機構 去解釋 什麼叫做管理人制度 那我試過有一次 跟他們講了差不多二十個小時 去解釋 什麼叫做管理人籌籌的制度 因為在內地 他們做了一個叫做包乾的制度 而不是用管理人籌籌的制度 管理人籌籌的制度 就是說我不管你的屋苑是怎樣 你收100萬回來的總收入 我就收你6% 5%的費用 就是100萬 我收你6萬每個月 我無論你交不交足錢 什麼都好 我都是收這個費用的 這個就叫做管理人籌籌 那反過來 內地就用一個叫做包乾的制度 就是說你給我一筆錢 你不要管我怎麼用 100萬 如果我可以按到在80萬 那我就賺20萬 如果我這麼不幸 我支出是105萬 我就用5萬 那這個就叫做包乾的制度 在90年代初 內地的物業 就是大部分 都是用那個包乾的制度 那用包乾的制度 有好處有不好處 好處的 有機會 你每一個用戶給的費用 會是少了 但是不好處呢 就是說 將貨就價 你給得少的時候 我會走去偷工減料 或者是 不是偷工減料的 應成一個禮拜拖一次地 應成一個月拖一次 或者是那些 維修的物料 用得比較差 令到損耗就比較大 所以看得到在90年代初 用包乾制度的物業管理那些 那個質素一定不會好 就是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一些 譬如新建的寫字 在90年代在上海建的 我們就要去用一些叫做 國際或者港式的管理 就是用這個管理人籌金的制度 所以那時候那些 測量司行 就生意很好 就是你做兩件事 做物業管理的顧問 你不是自己落手落腳做 只不過是做前期 告訴你 叫他怎樣去做 怎樣去設定整個架 或者是跟他指導去輔助一年 那就掛個名 這座樓是他的物業做物業管理 那時候呢 做物業管理的部門 都賺很多錢 要是說自己 直接是 參與了 做那個物業管理 那時候 有些物業管理的人 肯上去都很吃香 你肯住場 在那些物業裡面 去做 參與管理 那些都有日價給到他 即是香港給不到價錢 在內地 可能給到50 或者 一倍的人工 就給他去做 那時候 都認識很多 香港人 就上去做物業管理 今時今日沒有這支歌仔唱 即是說90年代 繁花年代 和今天 是兩回事 他們都會學識 他們都會去成長 這個就是說物業管理 最後想說 昨天的心情不是很好 為什麼呢 在WhatsApp群組收到一個通訊 就是足球群組 有一個波友 就在巴提雅那裡 就是潛水 那就得息 就過身 六十幾歲 那看到這件事 就是大家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高興 就 因為很多 其實 自己年紀不輕 有很多參加了不同的群組 有些朋友大概 有些是六七十歲 起碼 人就是這樣 敵不過身體的機能 要離開就是很正常的事 自己之前都拍過一集 之前 年輕的時候 最關心的就是成績 跟著就是做事 跟著就是婚姻 跟著就是子女 那 退休那些就關心自己的健康 孫子那些不同的事 那 人就 去到這個年紀 就是之前有個律師公會的會長 都跟我說過 他十幾年前 已經經常參與去那些大酒店 就多過去那些百日宴 多過去那些婚禮 因為他身邊的大部分的客人也好 或者是同寧層也好 已經是去到這個階段 那 這個就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 我也有時候跟兒子說 什麼叫珍惜眼前人呢 就是有時候見到那些人 你覺得不妥那些 你就見一鑊打一鑊 打了先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見到他 這個只不過是跟兒子說笑這樣說 但是有很多事情 人最怕就是 什麼呢 就是 老了 就是會有遺憾 那遺憾沒有做過那些什麼 那自己 我覺得到今天 我都應該沒有什麼遺憾 因為要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做過 就是香港最輝煌那個時代 經歷過 跟著也都 今天到目前為止 都不認輸 還希望在不同的領域 去做轉型 那我覺得是要保持那個力量 那最近看到 郭富城先生 就是開演唱會 那他應該給我打一年 那你看到他這個身形 這樣的活力 可以支持到兩個幾小時 的演唱會 那麼多天 那我是很佩服 那你又看到他的樣子 又保持得到 那麼早前看過一個文章 就說你的樣貌 是反映著你自己的心態 就是有些人覺得自己老了 是要拿拐杖 要多病痛 要走路慢的 你自然就會是多病痛 老和走得慢 如果覺得自己是還有活力的 可以去踢球 可以去玩的 你的精神面貌 就會是反映出來的 所以最近我自己 有跳繩子 我想我連續跳 五六百下應該沒有問題 就是雙腳離地跳那些 不是單車腳那些跳 我想是沒有問題 那是希望增強那個心肺功能 力量 那我就去應付 十一月的街馬 跟著就是明年二月的渣打馬拉松 這個是用一些運動 是保持自己的體能 所以跟大家說 有時候很多東西 你說五十幾六十歲 你說很大又不是 因為你現在的人的壽命 是可以去到八十幾 那你二十幾年 如果你自己定型了 就是定型了自己的老人家 你就會變成一個老人家 如果你覺得 你還有活力 還有魅力 那你還是有精神面貌反映出來 你看到香港明星足球隊 哪怕你喜歡好 不喜歡也好 你譚詠麟、陳百祥、羅家英 七十幾歲 都是可以在球場裏面 走走走走走 可以頂倒頭槌 有些人就說 設個頭 斬到他的頭上 我反過來 如果你七十幾歲 那個球 打到你的頭上 不能的 那我都說你很厲害 這個就是 有很多事情 事日無多 就要是 希望要去做的 就不要去想那麼多 要去做 就是什麼都好 那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